三观正直一把尺,扎扎实实讲历史 我是李正,欢迎来到正直讲史 康熙的十一位公主,我们已经讲完了其中的六位了 那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那说到做到,我们本期就来继续讲康熙最后的五位公主 名单在这里 说起来这一期可能会比较艰难 因为我们可能往往都更喜欢去听那种成功的大团圆的故事 至少我本人是这样的 但这五位公主的一生却是各有各的不幸 不过相比让他们的故事淹没在史册中的话 那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耐心看到最后吧 首先是五公主 五公主她出生于康熙二十二年 母亲是德飞乌雅士 等于她是老四应真,异母同胞的亲妹妹 因此说起来,五公主她本可以成为康熙女儿中 最幸福的那一个公主的 因为她刚出生不久 就有一个人来找康熙了 是谁呢? 是五公主的奶奶 康熙朝的皇太后,波尔基基特时 当时伯老太太就跟康熙表示 说自己的宫里啊 目前只有老五应齐 这一个小孙子还是冷清了些 要是能再有个小孙女儿 那可就太好了 于是结局可想而知 五公主就和老五应齐成了伯老太太 为二养大的两个孩子 所以五公主她的童年呢 还是非常幸福的 史书记载叫 五公主秀出紫微 降开银汉 缘从强宝 急欲辞为 意思是她从一出生就被皇太后接走 养着了 叫爱美赌于兴居 日无违于左右 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掌上明珠 而且五公主她的学习还特别好 像同样是奶奶带大的孩子 一边是老五应齐 连汉字都学不下去 而另一边的五公主却是 若灵受教 聪慧速成 性子悦乎诗书 行美斜于真实 不但擅长诗词歌赋 而且道德修养还很好 这里的真实就是行为规范的意思 于是在老五应齐的衬托下 伯太后就更加喜欢五公主这个小孙女了 以至于等五公主长大成人 要谈婚论嫁时 伯太后是坚决拒绝把五公主嫁到蒙古去的 那康熙没办法呀 最终是在康熙39年 18岁的五公主 是以和硕温献公主的封号 嫁给了当朝国舅同国为的孙子 叫顺安言 就这样 五公主留在了京城 成了康熙朝第一位没有远嫁蒙古的公主 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 五公主的人生开局真是好得不得了 论家庭 她母亲得飞 在后宫地位尊贵 而且五公主自己又是皇太后一手带大的 那绝对没人敢欺负 而论婚姻 她嫁给顺安言这样一个满洲勋贵 怎么也是比找一个蒙古老公是更有共同语言的 最后论才艺 她自己又是精通诗词歌赋 肯定到哪都讨长辈喜欢的 甚至只要她未来活得足够长 她就还能有一个当皇帝的亲哥哥雍正 因此放眼望去 五公主未来的日子真是一片探图 可惜天不遂人愿 康熙41年的夏天意外发生了 起因是这一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康熙和伯老太太都觉得京城的夏天太热了 母子俩就决定要去热河避暑 接着伯老太太就说 咱们出去玩 就必须得叫上我的小孙女五公主一起去 可这里咱们就得交代一个小细节 就是康熙41年时 当时从京城到热河沿途的行宫 就是那些比较豪华的旅馆 都还没有建成呢 等于一路上从北京到热河这500多里地 是没有什么太舒适的居住环境的 只不过康熙啊 她一向都热衷于塞外游玩 而伯老太太呢 也是这个蒙古游牧出身 两个人身体都很好 压根就没把这500里地当回事 可五公主她就不行了 你说她养在深宫 驾在京城 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呢 再加上她身体可能也确实是有点弱 意外就发生了 但说到底 这也是谁都想不到的 谁能想到五公主 她跟着大部队外出 仅仅16天就病倒了 然后紧接着就一命呜呼了 年仅20岁 史书上都没有写五公主临终前的具体病情的状况 只有一句话叫 康熙41年7月初一日上铸臂热河 闻和硕温献公主轰日补未尽善 意思是康熙突然听到女儿去世的消息 也懵了 一直到晚上一口饭没吃 周围的大臣们呢也不敢说话 直到傍晚才忍不住让太监稍句话进去 说皇上闻公主父过哀 此时尚不尽善 恐圣公太为劳粹 意思就是皇上您多少吃点东西 也得保重身体 可康熙还是把自己关在屋里 不出来 只是让太监过来传话说 公主系已嫁之女 朕尚可宽室 但皇太后自幼抚养 忽执此便 皇太后伤道福胜 善上未尽 朕义核心尽时乎 你说康熙这是对女儿冷漠吗 我倒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皇帝在尽力掩饰自己的感情 他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出来 女儿怜悸轻轻的突然就去世 他当父亲的一天没吃饭 甚至都不见人 他心里怎么可能不难受 但没办法 人有时就是得克制感情承担责任 最后康熙他走出门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伯太后那里 照顾母亲先把饭给吃了 然后康熙出来之后呢 又把所有陪嫁的皇子叫来了 让这些哥哥弟弟们一起去送五公主的灵鹫 回京安葬 而这些送行的皇子中就有五公主 他的亲哥哥 老四印针 他们兄妹之间其实就差五岁 就是那种既需要哥哥照顾 兄妹之间又不会有太大带勾的年龄差 而且以雍正的性格 我相信他们兄妹间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好 可偏偏五公主就是这么在老四 他的眼皮的底下染病去世 雍正他也一定是非常难受和后悔的 以至于他刚一登机就追封了自己这位 二十年前死去的妹妹 当了雇龙公主 所以我们说五公主的一生 只能说是太可惜了 假如不是这场意外的疾病 他真的很大概率会成为 康熙女儿中最幸福的那一个的 好了这是五公主 我们接着来说六公主 六公主她出生于康熙二十四年 母亲是那拉市 没什么家族背景 在后宫的地位也很低 所以关于六公主她的童年经历 在史书上就是一片空白 而且六公主她不仅小时候不受重视 她长大后的婚姻在当时看来也很一般 首先六公主她是22岁才嫁人的 是康熙公主中结婚年龄最大的一位 站在古代的角度讲 这都有些属于晚婚了 其次六公主她下嫁的对象 从政治背景和家族实力讲 也不理想 像她那五个姐姐 嫁的都是蒙古的郡王 王子 王孙 或者是什么晚舟勋贵 唯独六公主她的老公 在当年只是蒙古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落魄贵族 只不过呢 有句话叫什么 默契少年穷吗 六公主找的这个落魄老公 后来的名气就太大了 甚至我们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她 大家可能也还有印象 就是博尔基基特 策灵 关于策灵她在与六公主结婚前的经历 我们还得简单介绍两句 因为说起来策灵她也是一个苦出身 虽然策灵她也算是这个叫成姬思汗的子孙 但在康熙朝她所在的家族 却只是墨北蒙古中的一个中等部落 而且策灵小时候呢 还因为家乡遭到了墨西蒙古 准盖尔格尔丹的进攻 导致了策灵很小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最终是在康熙三十一年的时候 策灵是在她自己奶奶的拉扯下 祖孙几人来到京城投奔了康熙 那一年策灵差不多是十岁左右 然而让策灵想不到的是 传说中强大威严的康熙皇帝 对他却是特别的和暗 按青史稿的记载 叫圣祖受策灵三等阿达哈哈翻 也就是所谓的轻车都尉 一个爵位不高的小封号 之后呢 又四居京师命入内庭教养 等于是康熙不但安排人 照顾起了小策灵的饮食起居 还专门让策灵和皇子皇孙们 一起到内庭读书了 那这就让策灵满是苦难的童年 一下子就如沐春风了 到最后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又决定把六公主许配给策灵时 策灵更是感动到无以复加 甚至二十多年后在谈到这段往事时 策灵还在感念康熙的恩情 原话叫陈策灵原为蒙古以小台籍 意思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小贵族 蒙圣祖仁皇帝抚育 哎 是康熙把我养大的 余阁将公主下架 卑贱之我以来 屡屡诗人 不计其数 难以美举 因此我们能够看出来 策灵他是个非常之人图报 并且重感情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策灵他在婚后 一定会是对六公主特别好的 因为在策灵眼中 他自己是卑贱的 而六公主呢 也绝不只是妻子那么简单 那是上天对他的一个恩赐 甚至大家别看策灵的画像 是长这样 这是上岁数的 年轻时的策灵 应该也是帅得不行的 因为按照中国社科院 博士生导师杨真教授的说法 策灵他的外表应该是 白皙微姿 相貌英俊 又白又帅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相信六公主 他在嫁给策灵之后 一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而且策灵他从小在宫廷里长大 在京城里也有宅子 六公主他说是远嫁蒙古 其实也没在蒙古住两天 更多的时候都还是住在北京的 生活很安逸 那两个人之后呢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日子过得也很甜蜜 只可惜好景不长 康熙49年 他们俩的婚姻生活才刚到第四年 六公主就突然病逝 年仅26岁 后世有学者推测 以策灵他对六公主的感情与照顾 六公主的早早离世 大概率是因为难产导致的大出血 以至于无法救治 但六公主的故事 到他去世就结束了吗 不 因为策灵还活着 策灵此后 他也许纳过一两个妾 但是妻子的位置始终都是空着的 没人能取代六公主 接着就是等到六公主 他去世五年后 康熙54年 策灵上了战场 回到老家墨北的塔密尔 开始阻击墨西准盖尔韩国的扩张了 又过了四年 康熙58年的时候 当时是老十四印体 授封 大将军王领兵出征西北时 策灵又担当了前锋大将 在乌兰呼吉尔之战 暴揍准盖尔 并且在当年履历战功 成了西北最能打的将军 史书上对策灵当时状态的说法 叫做义军雄墨辈 那基本上就是非常强悍的一个状态 以至于后来 雍正刚一登基 为了拉拢策灵 就不但越籍加封了自己这位妹夫 当了郡王 而且还追封六公主 成了嫡出的顾龙公主 那为什么要追封六公主 一定是因为雍正他知道 策灵他在意这个东西 可六公主的故事 到这儿就结束了吗 仍然没有 雍正九年的时候 在清军何通伯大败 被准盖尔追击的溃不成军时 策灵他是又一次挺身而出 在鄂登楚勒之战中 斩将杀敌 成功击退了准盖尔 挽救了清军的颓势 那在这场战役后 策灵也被雍正加封为了亲王 接着更高光的时刻 是在雍正十年 准盖尔韩国偷袭了 策灵的老家 掳走了策灵 在老家的小妾和两个儿子 于是策灵断发蒙事 再次领兵追杀 一路追到光显寺 最终斩敌一万多人 彻底干费了准盖尔的主力部队 也一局扭转了 当时清军所面临的不利局势 光显寺大胜后 策灵是被雍正特赐封号为超勇 史称超勇亲王 不过遗憾的是 策灵并没能追回 自己被掳走的那两个小儿子 一直到八年后 到了乾隆朝的时候 准盖尔使者来经 商谈将界的划分 才在见到策灵时问过一句 说 伯父 有子在准盖尔 何不令来经 那这话的威胁与收买的意思 还是非常明显 就是你那俩儿子 你还想要吗 那策灵自己心里也清楚 八年了 自己那两个小儿子 在准盖尔指不定 就被洗脑成什么样子 于是策灵当时直接答复说 于蒙恩上公主 公主所出 乃于子 他子 无于也 就是只有我妻子 故伦纯雀公主生的 才是我儿子 我没有其他儿子 可能有的时候 那感情就是这个样子 策灵他对六公主的深情 某种程度上 也是他对自己小妾的薄情 再到后来 乾隆朝的策灵 也是始终奉命镇守西北 直到乾隆十五年 策灵他病逝在了家乡的塔密 而策灵病重期间 乾隆还专门派人前去探师父 然而就这样一位 为清廷龙马一生 立下无数功勋 异军雄墨辈的蒙古亲王 在史书上所留下的临终一言 却只有一句话 他说他不想被埋在家乡 他想回到京城 他想和六公主能合葬在一起 原文叫 亲王策灵 一言请与纯雀公主合葬 最后等策灵他的官果一路送到京师后 乾隆不但亲自上前祭典 还特命让策灵配想太妙 于是策灵也就成了清朝第一位享受皇家香火的蒙古亲王了 那尽管我始终是个无神论者 但假如策灵他能与六公主真的在地下相见的话 我想策灵他大概会非常骄傲的告诉妻子 在你走后 我很努力 如今你成了固龙公主 我也当上了和硕亲王 你老公我是咱爸九个女婿里最优秀的那一个 我争气吧 可惜这些就都只能是我们这些后人的幻想 毕竟人没了就是没了 我们接着说八公主 八公主也是个苦命人 他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 母亲是敏妃张家世 等于八公主 她是老十三印祥的亲妹妹 那后来康熙三十八年张家世因病过世了 那八公主她才十三岁时 那就成了没娘的孩子 甚至她的身体可能还从小就一直不好 因为《青圣祖实录》中 关于八公主有个特别奇怪的记录 就是在同一本书明明写了 八公主她是康熙四十五年 二十岁时才以和硕温克公主的封号 下架给了蒙古郡王苍京 但偏偏两年前 康熙四十三年时 书中就称苍京为俄妇 并且明确提到八公主 她在蒙古的公主府都已经修好了 所以这应该不是称呼上记载的失误 它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八公主和苍京提前两年就订婚了 二是八公主她最初的婚期 就应该是康熙四十三年 却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被推迟到了四十五年 那考虑到其他公主身上 都没有说什么提前两年订婚的这种先例 所以大概率就是婚期被推迟了 而被推迟的原因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比较大的概率可能就是因为 八公主当年生了重病 所以要推迟 而事实上八公主 她的身体也真的很弱 以至于她在出嫁后的第三年 就因为难产而去世了 当时康熙是还在寻幸塞北呢 就突然说到了老三印旨的奏折 说 关键我看着我都知道 那药肯定生效不了啊 因为当时的奏折里是附带了这张大夫的诊治书的 我们来看一看 上面写的是 八公主产下双胎 六脉全无 牙关紧急 四肢逆了 随用人参汤 即同便 不能下宴 及时报托 那如果说这个巨大的悲痛中 还能有那么一丁点抚慰人心的消息的话 就是在奏折里还加了张小纸条 上面写的是 公主生的两个女儿都好 那最终八公主就这样 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 相消欲养了 年仅23岁 之后的九公主呢 倒是活得比前面这几个姐姐长 但运气其实也一样不好 首先九公主她母亲原贵是个汉人 也没有儿子 所以在后宫地位就不高 而之后九公主下嫁的对象呢 也是个汉人 叫孙承运 但这里不是说公主嫁给汉人就不好 因为康熙其实还挺喜欢孙承运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孙承运她父亲叫孙斯克 是位在康熙朝屡历战功的武将 早年平三番时 孙斯克就从湖南一路打到了云南 后来西藏嘎尔丹时呢 孙斯克也是在朝末多大劫当中表现神勇 那可以说 在康熙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场战争上 都活跃着孙斯克的身影 所以当孙斯克去世 康熙看到他年仅12岁的小儿子孙承运时 那可能是出于恩赏功臣 以及拉拢汉人集团的角度考虑 康熙当即就宣布要让12岁的孙承运 承袭父亲的男爵爵位 并且授予了他纵二品的散至大臣的官职 成了皇家警卫队的一员 12岁的纵二品大员呢 那不但如此 等到六年后 孙承运18岁时 康熙还把九公主许配给了孙承运 那九公主和孙承运的婚姻 起初应该就还是不错的 因为首先他俩是同龄人 这是唯一的一对 结婚时他们两个人都是18岁 其次呢 孙承运他作为康熙朝唯一的汉人儿妇 家族实力又有限 所以他对九公主肯定是要 特别尊重和好的一个状态 而康熙这边呢 他也始终是把这次联姻 当成满汉一家亲的范本在培养 所以康熙他对孙承运也好 对九公主也好 就一直是特别特别的友善 比如康熙53年时 当时孙承运两口子 应该是陪着康熙一起到塞外去避暑 这个时候呢 沿途的各种行宫也已经修好了 一路上还是很舒服的 估计康熙和女儿女婿也是相谈甚欢 于是就嘱咐随行的内务府总管官宝 说回去啊 要赏给九额妇孙承运一些牛马羊群 让内务府准备一下 看看给多少合适 结果官宝这边一商量呢 就上了份奏折给康熙 就按惯例 一应给予马六十匹牛百头羊四百只 其实看着可能也不少了 但是康熙接到奏折呢 眉头一皱也不写批语 就直接用猪批把数为改了 马从六十改成了二百 牛从一百也改成了二百 最后羊呢是直接从四百改成了三千 然后递回去说 让内务府就照这个数字来办 因此我们可以说九公主她的婚姻呢 看起来这也不错呀 可惜这回轮到了丈夫孙承运她命段 康熙58年5月孙承运就病逝了 年仅31岁 而对九公主的打击更是接二连三 当时是丈夫孙承运刚去世不到百天 八月份的时候 她母亲原贵人也撒手人寰 紧接着就是三年后 父亲康熙也驾崩了 只留下九公主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守寡十七年 最后是在乾隆元年育育而终的 终年四十八岁 是康熙女儿中守寡时间最长的一位公主 而最后讲的十公主呢 人生不长却一样是充满悲苦 十公主她是老十三印祥和八公主的亲妹妹 母亲同样是敏妃张家世 像张家世去世的那一年 十公主就才刚九岁 这就没了妈妈 再到后来十八岁那一年 十公主被分为了和硕敦克公主 下嫁给了蒙古的一个小贵族 和上期的四额妇重名 也是叫多尔纪 可出嫁时呢 十公主却并不开心 因为那一年呢 是康熙四十七年 九月份的时候 她的十三哥印象 刚刚因为废太子事件的牵连 被父亲康熙拘押了 父子关系也是直接降到了冰点 而十公主就是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政治形式下 带着对她十三哥的担心 在三个月后离开了京城 远嫁到了蒙古 可就在十公主在蒙古 仍然为哥哥在担心的时候 不到半年 她就又收到了 姐姐八公主 因为难产而死的消息 紧接着 就在八公主去世的这同一年 可能是因为奔丧 也可能是单纯的想家 总之十公主 她是特别诡异的从蒙古 紧急赶回到了京城 但没准是这一路上 舟车楼顿太过辛苦了 又或是十公主 她始终忧心忡忡 继劳成疾了 结局就是十公主 她刚到京城不久 就生了一场大病 接着就去世 年仅十九岁 可能有时候 她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讲一个故事 也许还有启程转合 但历史经常就是 一个意外 我们一翻页 一个生活的生命就不见了 时间长了 人们可能都会忘了 他们也是曾来过的 于是就像咱们 本期最开始说的那样 这五个公主 真是各有各的不幸 五公主满分开局 却在旅游的路上意外去世 六公主 有着几乎最好的老公 她自己却早早地 撒手人寰了 再有八公主和十公主 同年丧母 已经是非常心酸了 可偏偏结婚后 也都是年纪轻轻 就都遗憾去世了 甚至 哪怕自己活得 还算长的九公主 也是刚到中年变姓后 丧夫 丧母 丧父 看着亲人 一个个的离去 最终孤苦手挂 郁郁而终 所以说 假如真能有 穿越这种事的话 也别说改变历史 与古人 谈笑风生了 那真是能和家人 平平安安的相伴一生 可能都是一种奢侈了 不过站在后来人的角度 回首看去 这几个公主的人生 比较起来 大概还是六公主的一生 比较让人欣慰吧 毕竟不是有过那么一句话 说人其实会死两次 一次是自己的离世 一次是最后一个 记得自己的人的离世 在那个年代 蒙古人他们的宗教信仰 其实还是很重的 但侧灵仍然能够告别 家乡草原 选择与六公主合葬 我相信他一定是 真的很爱很爱 自己这位结发妻子 说爱你一辈子 就是一辈子 是你的一辈子 也是我的一辈子 好了到这里 我们就算是把 康熙他的所有的孩子 连儿子带女儿 35个人 全都给讲完了 不知道一路看过来 大家还算满意和喜欢吗 那也希望看到最后 觉得还算喜欢的朋友们 能给阿佛主来一个 一键三连 这是对我更新的最大鼓励 感谢感谢 那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下一期就要正式开启 乾隆篇了 我们先讲他的上位史 讲讲他那些兄弟们 讲讲乾隆 他是怎么在 雍仗的儿子中脱颖而出的 不过大家要是 还有需要加更的话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点赞在前三的评论选题 我会放到选题库里面 及时加更的 嗯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每周为大家讲一期历史故事 三观正直一把齿 扎扎实实讲历史 我是李正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